哈囉大家好 我是雲霸 今天我要來開箱的是 專門為運動 通勤 還有單車滑板 那各種運動項目都適合的 AfterShop 古傳導運動耳機 那它目前已經推到第三代了 這一次一次推出兩個新款式 分別是AS700 以及AS800 到底差別在哪裡 來開箱吧 很多人都喜歡看拆膠模的那個模樣 真的是全新未柴 原裝行貨 這邊是台灣的代理商叫世衛寶蘭 好 這一次所有的配件都在這邊 這次是AS800所有的配件 那它這是西型套 那它這個西型套我覺得很精緻 然後它是用這種矽膠材質 軟矽膠材質的 有點防水 非常的滑膩 我覺得這個設計非常好 兩條充電線 特別是它採用磁吸式充電 防水耳塞 說明書保固卡 還有AS800的本體 好 其實之前我就有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從減肥開始 我就陸陸續續都有晚上去跑步 去運動 那每次跑步都會跑個5公里到10公里左右 那跑步其實是一個漫長又無聊的運動 跑步的路線又很單調 就是往前 所以跑步的時候都會聽歌 那我家裡其實陸陸續續都有在用耳機來聽歌 像我之前用這個真無線的耳機 那這種是入耳式的耳機 這種其實在靜態的時候 在房間聽歌的時候我覺得很棒 可是它會有個問題 因為它畢竟它是入耳式的 它是塞進耳道裡面 當你在跑步的時候 每一跑一下 它的耳朵就會震一下 那你就會覺得它耳朵就會聽到爆爆爆的聲音 再來是用頸掛式的 頸掛式的耳機啊 的問題就是它會掛在這個地方 你在跑步的時候這邊就會震動 那久了你會覺得這邊一樣也會不舒服 古傳導耳機其實我從第一代陸陸續續用到現在 那你可以發現這是第一代 二代 三代 那從第一代開始啊 我就覺得它的設計其實蠻好的 因為它是採用這種鋼圈的形式 有點像髮枯 可是它是佩戴的時候是掛在這個地方 這邊會勾住你的耳朵 但是它實際發生的位置是貼在臉頰 透過臉頰這個地方 然後把聲音直接傳進你的耳腔 那這樣子聽音樂會聽得很清楚 而且它採用全開放式的設計 然後你會聽得到外界的聲音 所以你在騎乘單車啦滑板啦跑步啦 都相對的會比較安全 可是一代它的推出的時間比較早 我記得是大概快三年前 那推出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沒有無延遲的技術 在室內的時候聽歌的話 你會覺得它的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它就只有偏中高音 那再來是二代 它是改善了它的體積 它變得更小 比較一下有沒有 它變得更小也變得更輕 其實就到昨天為止 我都是帶這個去跑步 它真的是非常輕 戴起來又舒服 然後它這一次就是改善它的重量 聽歌的時候你會覺得 它的延遲很少 我在聽音樂啊看YouTube的時候 我會覺得延遲很少 但是還是會有 聲音也 音質也比這個相對好很多 然後露音現象也比較少 那到了這一代 AS800 你可以看到它的外型 又更加的圓潤 在特別是在這個 發聲的這個地方啊 你可以發現它 已經變得完全的圓潤了 以前我甚至會覺得 它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弄了一個像小喇叭的感覺 然後貼在這個地方 破音讓耳朵聽得到聲音 現在改成這種完全無孔的形式啊 我就會相信它是真正的 古傳導耳機 那它在聽歌的時候 其實臉會有一點點的震動 在這個地方會有一點震動 那這一次其實多了三個特色 第一個是它重量變得更輕巧 光這個發聲單體這個地方 它的結構就變得更小 它這個發聲的位置啊 也變得更加圓潤 就沒有孔了 那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它導入了IP67的防水 就是說你下雨天可以出去跑步 而且它這一次在這個地方 它多了這個傾斜30度的設計 也就是說你戴上去的時候 它會跟你的臉更加貼合 它的低音會越更明顯 以前在一二代的時候 它都偏向中高音 就比較沒有低音 那這一代它的低音就比較出來 特別是在運動的時候 聽一些帶節奏的音樂 我覺得效果是相對的好很多 而且它變輕了 戴起來真的是很舒服 像我這樣甩 完全不會掉 好 AS800這一次最主要的進化就是 低音變好了 它多了傾斜角度 而且它體積變輕了 配帶也更加舒適 而且它多了IP67的防水 所以你在進行一些戶外的活動 或者是你要騎車的時候 聽歌都沒有問題 下雨天你也不用怕 不用擔心 不過有一個情況就是 當你如果要去游泳的時候 游泳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 水會阻隔藍牙的訊號 所以這時候 你就需要另外一種藍牙耳機 就是今天要介紹的另外一款 AS700 AS700它就是一個純MP3耳機 它裡面內建容量 你可以把你的歌放到你的AS700裡面 然後直接在水底下聽 好 那接下來讓我們繼續開箱 這是AS700的包裝 看一下 每次包裝都很漂亮 好 這邊是AS700的所有的配件 那它的配件跟AS800就比較不一樣 AS700它的耳機的結構 跟AS800的結構 就有明顯的差別 你看AS800的體積比較小 單體的體積比較小 那厚度的話是AS800比較厚一點 那當然它的重點是強調它的低音會更好 然後再來是耳罩的部分 AS700這邊會有一個 有點像是發光的材質 那它這邊是比較平面的 那這個是比較弧面的 那再來是充電的部分 700是用這個蓋子 把你的耳機放到裡面去充電 這樣蓋著去充電 然後這邊去插著USB 插著行動電源 或者插著你的USB充電器 那800的話就是直接用磁吸式充電 那有分正負極 這樣插著磁吸充電 我個人比較欣賞這個設計 而且它的負量 AS800有負兩條線 那再來是負的是耳塞 跟AS800負的耳塞就形狀有點不一樣 這個比較適合拿來做一些水上的運動 防水的效果會比較好 那AS700跟AS800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於 它除了外型不一樣 充電的方式不一樣之外 那AS700它是完全針對水下運動 就比較適合的 當然你要在路上運動 然後要來聽的話 那也是OK 只是說 AS800的低音相對的好 兩支的續航力都是8小時 都可以用8小時 那裡面內建的是4G的容量 如果以4G來講啊 裡面的歌大概可以放到750首 如果你主要的運動是 以游泳為主 那我會比較推薦你買AS700 好 最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藍牙耳機要怎麼挑 那其實我會覺得要看用 如果你是在靜態聽歌的話 如果你也不做運動 那我會建議你 你不要買鼓傳導耳機 因為鼓傳導耳機 就是完全針對運動的時候來使用 因為運動會有一些跑跳動作 佩戴在這個地方 因為是用夾的方式 所以它會減少你在運動的時候 產生的不適感 然後也不會影響你聽音樂的情緒 如果你是非運動的時候 在聽歌的話 那它的音質其實相對來講 就不會有這種入耳式的耳機好 它的特性是全開放 你就會比較沒有那種沉浸感 因為用途不同 所以我會推薦 如果你有在運動 你真的應該要選一支鼓傳導耳機 那既然要買就買新款 這一款 AS800真的是比較輕 如果你是要游泳的用途的話 那就推薦你買AS700 然後又可以在水下 不靠手機的通訊 直接聽歌 好 以上是 AFTERSHOCK 新推出的兩款 鼓傳導藍牙耳機的介紹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請大家記得按讚留言開鈴鐺 掰掰